大家好,我找了一隻Omega Planet Ocean 44尺寸 定解54000的橙圈 這隻是橙圈來的 縱使不是全橙圈 我另外有一隻是全橙圈鏈帶白面 我覺得很漂亮 但這隻都有漂亮的地方 它漂亮的地方就不是全橙圈 全橙圈就另計了 真是未必可以的 它很漂亮的地方 只有頭15分鐘最有用的那個計時的marking 左橙圈 整個圈是複雜的 如果說物料來計 起碼我這樣看 只是說蓋片 都有四種物料 哪四種呢? 它有一個橡膠 這種膠是耕的 應該是做了化學vulcanization的處理 是不會用的 這個你放心 就不需要擔心橡膠會不會不耐用 它做得起碼有差不多的 這樣 有些錶呢 整個外殼都是用這種膠 它只是做了一個圈片 圈片其實呢 可以吞出來換的 即是原理上 原理上我不是叫你換 橡膠 液圖圈 liquid metal 這個是夜光 夜光是另一種東西 但是呢 整個圈托是金屬 所以只在這個圈 就這樣看 都有五種物料 600米防水 所以 常常說呢 Omega潛水錶呢 有一種 我們叫做 Secondary color 就是呢 怎樣去配色 精工都有的 即是主色是黑面 但是它 另外配一種什麼色呢 那這隻 當然是配黑色 所以你看到呢 一個 Sea Master 那所以 這兩度一定要下 還有 防水深度 也是配了一個 橙色 或者叫配色 配色 這樣 但是因為 橙圈呢 那跟 起碼 其他最 最 即是 黑色的 那隻不同 因為呢 另外一個做法呢 就是呢 它另外是鋼色的 即是692 有另外一個款 是鋼色 即是我的那隻 就是一種鋼色 所以我覺得呢 那我一定是喜歡橙色 橙色多一點點字 即是那種 那種 是型一點 692 還有那種 二讀性 是高一點 那所以呢 你說橙色的部分呢 是多的 1 2 3 4 5 6 7 7部分 那麼 不多不少 也都不會說 太搶了黑色 那種風格 那配合整隻錶是 即是鋼色就是銀色 那所以呢 你說呢 是有 是挺有趣 這種 combination 黑 橙 還有一隻 即是銀色的 那 機心是8900 那不講誤詳盡了 這都是 即是 即是 這個價位來計 可以買到的 我覺得是 差不多是最好的 這個機心 這個8900 這樣 Coaxo Escapement 那行一個 陶瓷面 有一個 很小的Laser 寫著 那 看應該看到的 食空音 Dioxide 還是 54000 這隻 44大小的Planet Ocean 那 T